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Soul的书文带来的DOTA2解说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继续我们的这个天梯充分TOP10系列 TOP10系列的第二期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英雄呢 叫做雪魔 也是之前已经承诺给大家的这个英雄 这场比赛也是我在跟朋友一起开黑打路人局的时候 打路人局这个分数段比较低 因为我也是为了专门找这种 就是分数段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但是呢比较简单粗暴有效的这种英雄的时候呢 那么正好遇到的这个路人 本来我是想给大家打这个PA的素材 但是这场我PA应该说打的还不错 但是呢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这个路人雪魔 路人雪魔是玩的不错的 而且最近好几场比赛 那么我都是看到了这个 就在我自己打给大家打素材的时候 好几场比赛都是碰到了这种 拿雪魔去怼对方的这个练金的这种打法 所以今天给大家找了这么一切 来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 时间不是很长 杀人数也不是很多 但是这场比赛大家足可以看出 雪魔这个英雄的一些优势 那么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 首先感谢一下各位观众的支持和打赏 有你们的支持 我才能够一直努力的做到今天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加入我的QQ群521-017-153 这个是我的QQ群号 或者是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只不过我的这个微博可能更新的稍微的缓慢一些 更多的这个消息主要是通过视频还有QQ群 来跟大家再沟通 那么在这里呢 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给我打赏的这些观众 那么我们这里进入到这场比赛当中 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带来这个雪魔第一视角呢 是完完全全的一个路人啊 那么这个比赛的分数段呢 也不是很高 大概是3000多分的局 这种分数段 大家就通常就是基本上每一场比赛 都会遇到的一个中单叫做炼金啊 不管你是他是你的对手还是你的队友 那么这个英雄经常是很常见的一个点 经常遇到的一个大哥位呢 叫做小鱼 对吧 这个小鱼这个英雄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英雄 那么这场比赛为什么给他带来这个雪魔这个英雄 为什么说这个版本用雪魔去中路怼炼金 可以把这个炼金怼得很惨 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就要从这个炼金 他中路的优势的一个原因说起啊 就是中路为什么炼金很多远程法师 或者这种敏捷型的后期 在打炼金的时候通常情况还占不到便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酸物 酸物这个技能的存在 以及炼金会在比较早期选择去出一个补给装 不管是瓶子也好 还是这个魂戒也好 那么他在不停的用这个酸物去耗掉你的雪量的同时呢 他可以去提高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正反补的一个成功率 因为给对方减甲嘛 给对方减甲 所以那这样的话可以让他更好的去进行一个正补 而近战英雄如果你想跟这个炼金去硬钢 不管是近战还是远程 只要他的酸物放的好 即便你是远程英雄 也经常要站在他这个酸物里面才能去补兵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你补刀就要耗血 耗血呢 你就不敢轻易的去压他 不能压他呢 他就可以更健康的补兵 更健康的补兵就意味着 他可以更早的 就是更顺利的升级 然后酸物的等级就更高 那么他耗你的血量的这个能力就更强 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为什么炼金这个英雄 这个版本如此受大家青睐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这里 而且炼金这个英雄一旦前期你压不住他 让他中期开始刷起来了的话 在他神装上高的时候 就是神装开始带队推的时候 你是很难去拦住他的 因为打不死 就是他比你多两个大劲的情况下 再加上这个超级变态的回血 你是打不死这个家伙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血魔的一个补刀并不是很好 但是这不重要 因为血魔这个英雄 然后翻过头来我们来说一下 血魔这个英雄 为什么他说他可以压炼金 因为他是可以特别放心的 站在酸物里面去补刀的 这个是这个英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他给自己上一个狂暴 然后呢 他可以踏的是站在这个酸物里面去补刀 然后他利用这个补刀提供的回血 就可以把自己的血量保持比较健康 而且由于这个血之狂暴这个技能能够提高他的攻击力 虽然说增加了一个易伤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一刀 直接是补掉了一个差不多跟塔一样攻击高的一个血量 那么这样的话 血魔他的补刀 首先正反补 而且由于他的这个成长比较不错 而且他的初始功也不错 在有一个群鬼盾一个补刀服以后呢 他可以保证一个自己在线上 对炼金的时候的一个补刀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压制 另外就是他可以非常 你看他只要在这个酸物里面补刀一个兵 身上顶着这个血之狂暴补掉一个兵 他就可以保证自己的血量能够回上来 这样的话他可以一直站在酸物里面去补刀 而且如果这个时候你炼金选择去跟 过来跟这个血魔硬钢的话 你会发现钢不过这个血魔 因为血魔前期攻很高 就是实在不行 他可以去打一件旁边的兵 把这个血回上来 而一旦你发现 你打不过这个血魔的时候 或者说你发现两个人都拼得比较残了 这个时候你想追死这个血魔 你会发现这个血魔跑的命快 你追不死他 但是你想跑的时候 这个血魔是可以追死你的 所以这个就是血魔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优势所在 为什么给大家拿出来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他可以站在酸物里面去补刀 而且是一个无伤补刀 而且这个操作并不难 因为你的攻击力 就实际打到这个 怪身上 打到这个兵身上的掉血量 大概是 练金的一倍左右 大概可以是练金的一倍 他的这个血之狂暴 这个技能的 持续时间呢 是非常长的 当你在升到二级的时候 二级的血之狂暴 是持续时间和CD时间正好相等 也就是说你只要保证一个 二级的血之狂暴 你可以全程覆盖这个技能 而且这个技能不费蓝 大家注意点 这个技能不费蓝 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说 我用这个技能耗蓝怎么办 你永远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它不耗蓝 而且二级以后 CD跟持续时间一样 这样你就非常好去计算你的 这个技能 还有多张时间持续 你只要看CD就知道了 回血的百分比呢 是回21% 那么是按照你击杀的这个单位的最大生命值 就回复 那么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这里切一下自由视角 方便我们去给大家去分析这个数据 比方说一个近战兵是550的血 550的血 就咱们按方便一点算 按500算 然后呢 这个回血 咱们不按21% 按20%算 也就是5分之1 5分之1的话 也就是他 补掉一个近战兵 可以给自己回100以上的一个血量 这个就是 这里直接是给上一个大招 给上一个 这个技能叫什么 这个沉默的一个技能 叫雪之祭祀 给上一个雪之祭祀 大家这个 这个就是雪魔的一个优势 我想追你的时候 就是你打不过我 我想追你的时候 你跑不掉 但是咱们两个都残血的情况下 你想追我 你追不上 这个就是雪魔这个英雄的一个优势 可以大家注意到 由于这个正反母的压制 这个雪魔现在是22 29正22反 而炼金只有10正1反 这个其实咱们严格意义上说 这还是建立在这个补刀的功底 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前提下 如果是一个补刀功底 有5000分左右 45000分的一个选手 去压一个炼金 在没有人帮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压的这个炼金 一刀都补不着 因为攻击力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这里雪魔过来去压一下 这个给上一个沉默 但是这个沉默给的位置 不是很理想 应该是往高地上面再放一放 这里加速了 因为加速以后的这个雪魔 攻击力和他的这个移动速度 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所以这里他可以配合队友 非常轻松的去揭杀到 这个炼金这个英雄 而且炼金这个英雄 还有一个缺点 他前期防很低 防低就会导致雪魔打在身上 这个肉很疼 真的是肉疼打在身上 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 这样的就是一个循环 一旦第一次你击杀成功 那么这个炼金基本就很难过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 其实 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经济情况 现在炼金的经济倒数第四 只有1700块 而雪魔有3400块 超了这个炼金一倍的经济 一旦成功的击杀了第一次 雪魔去杀人不需要太多的蓝 尤其是在你有等级优势的情况下 你只需要上一个大招追上去砍就可以了 而且你在出装方面 现在这个版本的这个刃甲的这个强势 而且雪魔这个英雄本身就是可以一个出战甲的一个英雄 那么这里呢 雪魔并没有去纠结于那个正波 而是回来把他的事把这个帆布给补掉 这样的话是为了压制这个炼金的经济 进一步去压制炼金的经济和等级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炼金的一个等级 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到6 还在5级 而雪魔这个时候已经有了8级 这里有一拨支援 一个大招定做 再给自己上一个雪之狂暴 上来两下直接把这个炼金给收掉 你可以说是队友这拨来支援 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拨就算队友没有来支援 直接给现在压了三级的等级差 他只要给这个炼金套上一个大招 他就可以直接追上去把这个炼金给A死 这个就是雪魔这个版本 他在中路怼炼金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他等于雪魔利用自己血之狂暴的技能的一个特点 是完美的解决了炼金这个英雄 他初期兑现其强势的两个点 就是第一个点是我这个酸物的耗血 我耗血非常强 第二个点是我6级以后不好杀 雪魔就解决这两个点解决的非常完美 第一个是线上你补刀 你补刀耗我血 我不怕 对吧 你耗不掉我的血 我只要一个正补 我站在你那个酸物里面 站5秒钟 我只要一个正补就回来了 一个正补或者一个反补就可以回来 你看像这一波反补就漏了一个 只有只漏掉了一个 而且这一个唯一的一个漏掉的兵 还不是被这个酸物烫死的 还是被小怪给砍死的 这样的话等于你炼金 这一波怪一点钱都没收入 现在炼金还是1700的精灵 还在他们自己这一方最后一秒 然后由于被反补了大量的兵 自己的等级也是迟迟上不去 到不了6 这个就解决了6级不好杀的问题 你到不了6级 等你到6级的时候 我可能都9级了 然后9级的时候 拿一个刃甲冲上来去找你 给你一个大招 然后我给自己上一个血质狂暴 开一个刃甲上去A你 你还是要死 这个就是雪魔这个版本的一个优势 大连金 非常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体系 甲腿选择出装呢是出了一个甲腿 一个刃甲 甲腿这个道具呢是为了去提高一下雪魔的这个攻速 那么它跟相比之下 它跟刃甲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呢 就在于这个突进能力 但是雪魔不缺这个东西 所以甲腿这个道具对于雪魔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在当前那个版本 比较少有的一个比较适合甲腿的英雄 当然了你也可以去出一个相位血 你也可以出相位 出一个相位的话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继续把这个中路站得更稳 就是站的这个中路完全让这个链金一个兵都无不倒 而且链金在没有足够高的等级之前 它打野也是非常吃力的 没有足够高的等级的话 第一它自己的酸物等级不够 第二它没有大招 它打野是很吃力的 而且有雪魔的情况下 它又不敢把自己的血量打得太惨 很有可能被雪魔直接追上来弄死 所以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于这个链金来说 我们链金这段时间应该是去刷了刷野 把自己的经济稍微补上来个一点点 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济排名上来看的话 对方这场比赛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崩盘的节奏了 因为链金这个英雄本身前期就帮不上门 线上就帮不上门 需要队友去扛压 而队友这场比赛呢 又没有能够去成功的把这个压力给扛下来 而他自己这个点又崩了 所以这个游戏再下来就不太好 不太好玩了 那么这里这个雪魔是上来支援了一波5 这个我看到了对方的这个小鱼 我看到这个雪魔上了 所以我跟这个小鱼钢了一波 那么这个小鱼出来以后 雪魔直接给自己上一个雪猪狂暴 然后直接一巴掌意思 雪魔的这个雪猪狂暴的加攻是加的非常高的 他升满了以后是加40%的伤害数值 他是一个加的是一个伤害数值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跟加攻击力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 他是加你所有的技能的伤害 包括你的魔法 这里给虽然给上沉默 但是不敢追了 我这里给了一个D 想尝试看能不能暴击 但是没有暴击 没有暴击出来 那就算了 所以就有一个套路是什么呢 就是拿一个宙斯 拿一个宙斯 然后出个刷新的一杖 雪魔给套一个这个雪猪狂暴 然后给一个刷新的一杖 刷新的一杖都打 两个大招 这个伤害特别特别的吓人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里还是把大招怼给了这个链金 因为链金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值得说的就是 雪魔的大招还可以成功的去解决 这个链金的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变身以后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你移动速度非常快 这一点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给你掏大招了 你跑的越快死的越快 等于就是雪魔的三个技能 雪魔的这个雪猪狂暴 可以解决炼金的酸物这个问题 他的大招可以解决这个炼金 开大招跑得快的这个问题 他的这个沉默可以解决你炼金站在原地 跟我刚正面的这个问题 等于他所有的技能都是为了去怼死这个炼金而上 一定程度上 你看这波小U要跟他队A 但是雪魔直接开启刃甲 不过这波有点浪 这波稍微有点浪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DPS不够 你看对方DPS不够 而且自己的这个人掉血掉的比较多 掉的比较多 所以这波你看雪魔的这个移动速度 他这个移动速度就爆炸了 你追不上他 这里富王也是过来掩护了一波队友 这样的话 狮王这场比赛确实发挥相当不错的 狮王这个英雄 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给大家做出来 就是要不要给大家做成这个天地top10的这个系列 但是 现在这个版本 狮王这个英雄的胜率不是特别的理想 而且他没有特别适合的这个体系搭配的 唯一比较强势的这个就是炼金 就这个狮王的体系是之前 哪支队伍开发出来的那个炼金 然后呢 养水人A仗 水人去复制一个狮王的幻象 然后打双墓碑这样的一个体系 团战很变态 但是呢 成型要求比较高 这里又是在塔后 由于这个装备经济和经验的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优势 这波直接扑了一个大招 不过没有等到炸 这个炼金就已经是被怼死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炼金的经济一直是只有3000多块 而这个血魔和5的这个PA已经有6000多块的一个经济了 那么这张比赛的下一点装备呢 血魔是准备出一个双刀 这个也是比较适合血魔的一个装备 然后回过头来来说一下 血魔这个版本的一个出装选择 建议大家先出一个刃甲 穿刃甲以后呢 建议大家是堆肉装 堆肉装的血魔比较厉害 因为这个他的被动本身给他加攻击力 加移动速度 他就不是特别缺这两个属性 有了攻击力 有了移动速度以后呢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能能站得住 所以呢出刃 出这种肉装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出最好的选择是龙心 如果能做出来的话 龙心是最佳选择 没有之一 这里血魔直接过来 靠着自己的加速 一巴掌直接收掉对方的链接 铺一个沉没 给自己加上一个血树狂暴 自己手里还发大招 直接顶上去开一个刃甲 能不能成功的拼死 差一下拼死了这个专人崩瓦 回了一下血 但是自己由于这个骷髅王过来以后 是出力发暴击 自己妖怪般的杀戮被终结了 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因为毕竟 怎么说呢 这个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切 对吧 难免的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死的一个刺激 不过这样的也比较正常 不用不是说一个纯粹的 就是一场一次不死的那个真的挺难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血魔 其实他补刀方面补的并不多 也就是说他占资源 其实占的并不是非常的狠 但是他的资源一直 但是他的这个经济一直全场第一 杀人杀的比较多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现在的一个补刀数 我现在已经补了100刀 就我用的PA已经补了100刀 而他的这个血魔现在只有68刀 但是他的经济是领先的比较多 很简单 就是血魔这英雄中午打链金 为什么拿出来给大家做这个视频的原因 就是在这儿 而且他还很克制小鱼 就即便是这个版本 血魔的这个被动已经被削弱了很多 但是他仍然很克制小鱼 这一个大招直接扑到这个死灵法的身上 这死灵法为了走出这个范围 也是掉了很多的血 直接开刃甲 三巴掌直接拍死了一个问题法师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血魔的一个攻击力 再加上这个D以后 这个攻击力也是非常的爆炸 这里斧王跳好吼住了一个对方的链金 这里直接加上一个D 打一下打两下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一个斩 漂亮 这里斧王是由于等级比较高 是有一个二级的斩 直接把这个链金给带走 天灰的信使还被我们给偷掉了 这场比赛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碾压局 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在上分的路上 应该是比较期待看到自己 这一方每场都能够打成一个碾压局的 毕竟十几二十分钟一盘比赛 如果每把比赛都能赢的话 对于你上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既然我们叫天梯冲分系列 天梯冲分系列 我们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以后大家看完这期视频 就记住一个原则 对方只要敢拿链金出来 只要你对自己的操作有自信 只要你认为你在这个分数段里面 不是那个拖后腿的 那么你就可以把血魔这个英雄拿出来 祭出血魔这个英雄以后 直接去怼对方的这个链金 这个链金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好怼 就像你用这里我是 我的PA是直接一上去以后 怼对方的这个死刑法 对方死刑法这个走位不慎 也是直接被我找到了一个机会 但是对方的这个半人猛马 这一波确实非常的亮 这波我还想再回来再打 但是呢我是死了 我用的PA这场比赛 我的PA是死了 这个血魔没有死 绕了一圈以后 对方把这个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我身上 呼唤一个沉默 但是自己这个血量实在是太残了 该走就走 这波该走就要走 队友还在浪三个残血 这里把对方的这个骷髅王给干死 还剩一个小鱼 血魔这个时候也是开着针夹走上来 先摸两条塔 但是感觉不对 血量太残了 赶紧回家 血魔的这个蓝耗非常的好计算 他一共就两个技能 这两个技能呢 蓝耗都非常的 非常非常容易计算 他的这个血之祭祀这个技能就是100点蓝 然后他的大招呢 是150 250点蓝 也就是他总计的耗蓝呢 是250点 300点和350点 所以他的蓝耗非常容易计算 而且因为他的蓝耗比较低 这两个技能的CD都不算很短 所以呢 他也就不用去撑任何这个 不用出任何撑蓝的装备 他只需要他的是去撑自己的一个主属性就可以了 这里双刀到手 加上一个刃甲 这个血魔基本上追杀人的这个能力已经是爆炸了 只要你这个人血下到一半左右 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一个死人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血魔的很多操作 很多细节的这个操作 包括他的兑现 补刀 还有很多的这些细节操作 并不是说像咱们平时给他做的那些大神那样 那么出色 但是呢 即便如此 拿一个血魔这样的血魔去怼对方的那个炼金 还是感觉是非常的轻松 其他的路是不是有优势 不管 咱们放到一边先不说 起码中路在前十分钟的时间里面 血魔是已经把对方的这个炼金给怼的完全不敢上下了 而且游戏现在进行到了19分钟 对方这个炼金 竞技到现在为止都只有4500 连一个会要的钱都不够 因为他基本上属于是一个露头死的一个节奏 这样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炼金这个英雄一旦进入到这种恶性循环 他就没法 这个比赛是一定会输的 因为他不具备参团能力 你说有的carry 比如像小鱼 像监胜这种英雄 他开团的时候 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个大招去进去捡一捡人头啊 秒个人啊什么的 可以去干这些事情 但是炼金不行 炼金是一定要去跟对方刚正面 这个地方我是自己一个走位不慎 走位不慎被对方找到机会 直接把我强行秒掉了 但是这个时候对方的 由于这个死灵法的大招是怼到我脸上了 所以我们的队友这一波都开心了 这里雪魔是冲上去怼了一波 但是呢自己这个状态是怼的比较残 但是队友的掩护很到位 一个残血的雪魔 这波没有走 没有死 跑得飞快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的移速是达到了700多的移速 真的是跑着跟飞一样 跟这个开了加速的鸟没什么区别 这里即便是现在还有546的一个移速 也是突破了这个移速上限 平常的英雄移速上限是522 对于雪魔来说就没有上限 直接把这个塔给拿掉 而且由于有这个雪之祭祀这个技能 他不需要蓝 所以你在雪魔这个英雄在打完一波团以后 如果你没有 就是蓝量还有比较多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去给自己加一个雪之祭祀 然后去打几波野 甚至可以考虑去打一打那个缘故 除了龙心这个装备以外呢 关于雪魔的出装 还有比较推荐的选择 就是灰奥现在这个版本你是可以出的 灰奥的雪魔蛮厉害的 其实最早版本的雪魔大家都是出灰奥的 只不过后来雪魔这个改版改的也比较多 技能也是换了好几次 那现在那个雪魔出灰奥的话就是感觉稍微有一点拖 但是你要后补一个灰奥出来的话 这个雪魔还是有点厉害的 因为灰奥除了提供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AOE输出 在雪魔自己身上套着这个雪之狂暴的时候可以通过烫冰还有烫野去给自己挥血 以及收掉一些意外的人头的一个作用下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闪避 这个闪避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所以这个道具也是不失为一个大家可以考虑去选择的这么一个装备 一般来说如果做灰奥的话 下段肯定是要直接出龙心 龙心的雪魔一旦做出来的话是非常凶的 他真的是可以直接顶到你的脸上去砍 11杀1死8助攻22分钟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雪魔很简单 简单粗暴无脑 但是雪魔这个英雄的一个缺点也很明显 因为他这个雪之狂暴增加一个易伤 也就是别人去击杀你的这个效果 击杀你的这个有一个 伤害技术提高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伤害数值提高 你受到的伤害数值和你自己提高的伤害数值 是一样的 所以是一把双人剑 开着也是很容易死的 这个地方对方的这个死灵法又迷路 这样的这场比赛基本上就是收入囊中 那么这个雪魔除了可以用来怼链金以外 怼小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英雄选择 如果你觉得对方的这个小鱼比较让你头疼的话 你可以拿出雪魔这个英雄来怼他 而且怼小鱼的雪魔是可以不用上线的 所以他就是去打野 打野把自己的这个等级打起来以后呢 然后就去找着对方小鱼干就行了 你就给他套一个大招 然后呢你就追着他跑 什么时候他开大 你往他开大那个位置 以开大的位置为原先铺一个这个 铺一个这个这个技能 雪石祭祀 铺一个沉没这个技能 跟鬼滑不是一样这么一东西 铺到这个不是对方的这个 但是我们把这大招爆炸 五人全中 但是这波由于我身上是有盾的 由于我身上是有盾的 所以我这边起来以后也是强行砍死了对方好几个人 不过最终还是死了 这波其实是我的这个PA打得有点太凶了 有时候凶得有点过分 没有道理打得那么的凶残 就稍微稳一点 这路高地肯定是破了的 所以这波并不是选魔的问题 是我这个PA的一个问题 然后下一期给大家预告一下 下一期的这个冲锋Top10系列呢 我是准备给大家做这个PA这个英雄 我估计很多人都很喜欢PA这个英雄 但是大家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英雄 就是能够在天地当中拿他出来去上分的人 我估计不多 因为这个英雄其实是比较难上分的一个点 因为他不是特别有克制的一个人 他没有特别克制的点 也没有就是说完全的一个技能上的优势 就针对某些英雄的一个完全技能上的优势 他也是不具备的 就一个大招直接涂在这个死灵法的身上 自己加一手 加一手这个狂暴冲上来 但是你看你看他开着这个雪雄狂暴以后 开着雪雄狂暴走上来被这个窟窿砍了一刀 就差一点死了直接 一刀暴击直接差点都死了 这个就是雪雄狂暴这个技能的 为什么叫双人间的原因 所以我是刚刚复活TP过来以后呢 也是没有感到一个好的机会 那大家以后在团在这个天地当中看到对方有链金呢 不用愁啊 除了你如果不愿意拿AA这种辅助去怼他的话 那么就拿一个雪魔出来 直接把他中路杀穿就可以了 难度不大 难度非常小 所以我是看到了对方的这个白人蒙马 这里我是直接避过来 由于避过来以后的这个 避这个技能的一个属性呢 是避到对方 就是你跟对方的这个延长线的一个背后 所以刚才那波正好是我被这个人马给推过走 他再往回推的时候正好把我给推过去 所以这波我成功的击杀 这个雪魔看到有一个就是还算是发育不错的一个PA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是比较稳的 因为如果说这个雪魔是自己单肥的话 是很虚的 雪魔这个英雄他很怕自己单肥 他一个人自己肥起来的时候有的是到了中期中后期hold不住 就三十分钟以后的雪魔是hold不住的 除非你在三十分钟的时候能够拿出来一个龙蜆 拿出来灰耀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真的是开着刃甲往上直接冲在对方脸上去怼他 而且这个雪之狂暴这个技能呢 用起来也是有些技巧的 这里我是运气非常好 上来直接一刀暴击把这个小鱼给秒了 雪之狂暴这个技能用起来也是有些技巧的 首先来说就是你在开雪之狂暴的时候 你要去考虑一下你要攻击的这个对象是什么人 如果这个时候正在团战 对方所有的人手里还攥着很多的技能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开这个技能上去 你就是等一下等对方的技能用完 或者如果你去怼的这个人呢 他周围有些其他的输出比较高的点 但是他的输出不高 你只希望杀这一个人 那你可以把雪之狂暴怼给他 这样你杀他的时候 你一样有一个享受到一个40%的一个伤害增益 而且你杀掉他以后你还可以回血 你杀掉他本身以后你也可以回血 只不过就是说你下一个雪之狂暴 可能要等一等才能拿到自己身上 游戏进到27分钟 对方的炼金是刚刚做出自己的灰药 但是这样的话已经是没有用了 因为雪魔的灰药都出了 雪魔的双刀刃甲灰药都出了 而我则是刚刚拿出了一个BKB 作为一个PA位是刚刚才拿出一个BKB 我DPS装一般补的比较多 我一般是先把这个DPS补起来 然后呢尽可能靠切入去打这个团 然后等到后期我用PA的时候才会去选择 当然这个是后话 下一期节目再给大家说吧 这期节目我们还是看雪魔 像雪魔也是能够比较早的 就去打圆谷的这个英雄 就只要你自己的输出够了 只要输出够就行 你不用担心防御力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他杀一个杀一两个这个远谷 他自己的血基本就可以回满 掉的血基本上都可以回来 回得上来 升满级以后雪之狂暴的回血还会增加 升满了以后就是回25% 也就是四分之一的血量 所以像一个石头人 石头爸爸这种六级石头人的话 是1800多血 1900多血 像这种怪让雪魔杀掉 就可以直接回四五百的血量 就是2000乘以50% 就是400多不到500的一个血量 所以雪魔这个英雄 如果你打撤了的话 真的用起来很爽 真的很爽 这里拿了灰谷 基本上也这个这个局也就是比较稳了 也就比较稳了 其实从初期雪魔这个英雄 一旦把对方链金给怼穿了 链金这个英雄就是怕这样 初期一旦被怼穿了 有链金的这也不是八成是输 真的八九十的概率都会输掉这个比赛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这种 就是说我 刷钱刷不过 我可以去通过参一定的团 然后呢找到一定的机会去收割 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链金这个英雄你玩得再好 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是一个英雄特点 他一定是靠刷刷肥的 这个点 一旦他刷不起来 这个英雄就肥了 这些雪魔人想找结果 但是其实在身边就有对方的眼 那么话说我这个PA的质宝 还是咱们的一个观众送给我的 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装备啊 质宝啊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一窍不同 看的非常少 一点都不懂 所以这边也是有很多观众送了我很多这些装备和质宝试片等等 也是非常感谢 这波基本上我们是准备直接上高了 因为我这个练 我的BKB已经拿到手了 经济方面 我们最多的时候领先了2万 但被对方是慢慢的打回来了一波 然后刷了一会儿 刷到1万左右 经验是一个1万左右的一个优势 可以上一个地出了一个暴击直接往上吼掉一个斩 虽然没有斩死 但是呢又伴随着一个转 这样的话对方的练金 由于没有任何的肉装也是直接被秒 而且现在因为我有了BKB 所以我是一点都不虚 这块非常漂亮的双捆 我是直接开着BKB就冲上去了 先秒掉对方的这个死灵法 然后呢再过来把对方的这个洛王对死 虽然说这个半人猛马确实几个大招打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由于这个装备的差距现在实在是太大 而且由于我的这个输出 由于我这个PA的输出 现在已经完全成型了 对方这个团战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接 但是即便如此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这一波雪魔的输出 即便是好像看似是我的那几个暴击 直接把这个场面给hold住了 但是其实这波输出最高的还是雪魔 这个就是这个英雄的一个优势 打团战的时候 他的这个雪之祭祀这个技能真的是很变态 其实雪之祭祀这个技能可以跟很多团控技能去配合 我一直觉得雪魔配一个团控 再配一个剧毒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体系 就是有一个团控提供一手定位 然后一个跳刀加上一个分成面杀的剧毒 跳进去给一个大 就是分成面杀接一个大 然后雪魔一个雪之祭祀铺地上 出来以后这个雪魔的移动速度估计就破700了 就直接像飞机一样了 就可以冲上去了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拿出来的一个体系 只不过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跟水友一起去尝试 没有机会去尝试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是一个可以打的体系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团控 比如你拿一手朝西 或者拿一个半人蒙马 找到机会 或者拿一个虚空 空到对方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剧毒跳进去 给一个分成面杀 给一个大招 打中三个人或者四个人 然后呢这个战场就可以等一会儿了 就是你不用着急马上上 如果你有其他的AOE能配上它 当然最好 没有的话这个雪魔也不要紧 雪魔可以稍微等一会儿 因为雪魔的这个移速和攻击力 也会不停的上升 慢慢的这个雪魔就无敌了 慢慢的就无敌了 而且出装备呢 对装备的要求也非常的低 有一发刃甲 如果有条件的话 刃甲加上一个BKB就够了 出一个刃甲 出一个BKB直接往上挪 如果你要是有条件 出一个灰药的话 当然更好 因为很多人被这个 最后会被这个剧毒给毒到 剩一丝血 然后这个时候毒不死 然后雪魔如果有一个灰药上 就全收了 一个很美好的设想 虽然说比赛当中 完全没有人拿出来过吧 剧毒是有人拿出来过的 但是雪魔真的是 已经好多年没见过的上场了 比赛进行到现在32分钟呢 我们的这个人头数是40比15的一个领先优势 这场比赛 雪魔在中后期的参团 在中期的这段时间的一个参团 不是特别的多 整体来说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我的装备起来了以后呢 我一般习惯是 我装备起来了 我就去找机会了 那么这个雪魔觉得不需要他太累了 那么他就他就是去刷一刷 完全的一个装备碾压 雪魔这个地方是买了一个大斧子 你看这个雪魔下一个装备 是直接要出龙心 出了龙心以后 雪魔有差不多3000血 3000血加上一个双刀 加上一个刃甲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呼吊的闪力 这个雪魔的英雄基本是打不死的 完战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就是 随便让他杀死一个英雄 这个英雄就死不了了 让他对方三路高破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呢 基本上也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没有什么 我就不再继续去浪费大家更多的一个时间了 那么再次感谢一下各位给我打赏的观众 也欢迎各位观众加入我的QR群 521 017 153 这个是我的QR群号 如果大家喜欢我呢 欢迎大家去加入 那么也是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一起玩刀的朋友呢 去相互交流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不再往后看了 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是三老大叔 感谢各位的支持 和一路以来的陪伴 那么我会继续的给大家做更多和更好的一些视频 好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